今天教你一个家居装修的小妙招 帮你装修碧坑系列 嘿 大家来了吗 欢迎回到我的娜娜北欧记频道 我是你们的娜娜 一个生活在北欧挪威的家居生活博主 现在呢 家居装修当中很多人都会去做吊顶 但是在做吊顶的时候呢 关于材质的选择还是它形状的选择 很多人还是一直半解的 那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 怎样装修室内的吊顶更好吧 拿好笔记本开始咯 第一个是平面吊顶 就是在天花板上加一层 加上一个平板 再在两层之间加上一起灯光 然后比较适合面积较小的区域 或者是较高的房间 具有两层以上的吊顶 比较适合房间高度比较高的地方 或者是安装有中央空调的房间 第三个是异形的这种吊顶 就是做吊顶的时候是不规则的形状 可以是圆形三角形 那这种吊顶比较特别 比较可爱 特别适用于儿童房 第四种吊顶呢 是直线吊顶 就是比较规则的直线型 比顶脚线稍微宽一点 适用于很多的房间 所以很多地方都使用这种直线吊顶 比如说客厅和卧室啊 对于房间的高度要求也不是特别严格 大概呢 在2.6米左右就是比较标准的了 第五种吊顶是弧形吊顶 就是这种吊顶做出来呢 是一个弧形或者是波浪形 适合于一些餐厅卧室的装修 而装修出来的风格呢 比较欧美法 那在我们欧洲这一边呢 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啊 这一些很多房顶 都是属于这种波浪形或弧形的吊顶 非常好看 第六种吊顶呢 是穷形吊顶 就是做出来的吊顶是拱形的 或者是盖形的 适用于一些房间高度比较高的地方 而它的风格总体也比较偏欧美法 比如说一个大的别墅 它的这个空间比较的高 那么就适合于这种穷形吊顶 前几年呢 欧式风格还比较流行 所以在国内很多人都选择下沉式的吊顶 但是呢 如果房子的使用面积呢 比较小的话 那吊顶就显得太复杂了 而且这样呢 还会让空间感降低 房子本来空间就小 如果说加上这样的吊顶呢 就会显得更加压抑 特别是在里面住久了 就会不舒服 所以呢 在你装修你家的时候 之前你就应该多参考一下 一些全世界各地风格的案例 你最喜欢哪种风格 然后时下流行的当然是好 但是最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考虑到装修的是一个贯穿房子始终的事情 所以还是建议你选择一些耐看耐用的风格为意 那么你拥有自己的喜好和风格 自己住的才是最开心的对吗 好了 今天的装修小妙招 幸福感生活就分享给你了 记住点赞关注 不迷路哦 娜娜在这里等你 下次见